有很多客户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 对外面的生活方式 周末假期是无法理解的 最近我们带看的小伙伴跟我反馈 客户总想着按自己的节奏思路去走 周末看不到房子就以为是我们偷懒 故意不带看 我想说声抱歉 在服务上面我们确实做的是不像 某些公司那么好 毕竟我们这些小伙伴是实在在干伙伴事的 不是干服务的 也不会说好听的话 更不懂得溜须拍马 光跟你讲好听的商好的服务 我们这里没有 如果你们需要高配提前跟我讲 费用你们自己出 人员也可以单独的安排 但是要舍得钱 每个公司都不可能要求自己的技术人员 去干一个服务的活 更不可能您出着吃云吞的钱 还想要五星级米其林的服务 服务羊毛出在羊身上 大家都懂的 要么你省得花钱 做完公证委托 我们全程安排 跑腿帮你办完 要么你亲自跑 累是肯定累点的 但是他能省钱 这是我想跟他守的第一件事情 有个心理准备 是会很累的 找房子看房子 都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也请大家谅解 不要去埋怨我们的工作人员 服务做的不好 他们真的很累 一天到晚在外面跑 经常是饿着肚子 饭点没个准点 因为在堵车 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这里是土耳其 真的不是中国 他们的体制 不可能为任何一个人做改变 我们只能入乡随俗 这些人一切都是佛系的 慢悠悠的 我们也暴躁过 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每天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们哪有闲工夫 盯着一个客户 又不是像其他公司一样 一个客户就赚发了 我们是走量 哪有什么时间 跟你搞什么心眼啊 什么心思的 有时间我还不如多找几套房子 多做点内容 做做的视频 服务其他的客户 所以呢是真的没空猜 大家有话直说啊 所有找过我的粉丝都知道 我从来不主动问客户 不打扰不催单啊 这个性格呢 也许是我以前做金融的关系 以前都是别人找我办事了 而且生意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你需要我就来找我 你没有需求 或者你没有财力 我找你又有何用呢 对吧 我奶奶都空跟你玩心眼 说不信任那是真实力不允许 我们都是先办事后收费了 整个移民圈才来找我的 其实大家心里都门亲的 你说我说的对吗